100瓦淡化甲充电器 配上这个电烙铁 咱们看一下什么效果 这是正点原子价新推出的100瓦充电器 T80T它标配的这个头是这个 叫KU头 还有三款 这个是可选的 标配里边这个线是这样的线 这个线假如配这个头的话 只能插到这个孔里 这个头最大只能支持60瓦 所以说你想达到100瓦的话 需要再买根这个线 这个线非常柔软 插到下面这两个任一个口里 都能达到100瓦 讲一下它这个优势 最后会给大家演示划息 有的朋友说你这几天一直推荐这个 是因为这几天有活动 比平时便宜很多 市面上这种便携电烙铁多了 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首先全金属机身 并且是14毫米的 非常细 比咱们普通用的记号比还要细 这个手感就非常好 你看一下市面上有这么细的吗 很少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这个头 和市面上这个245烙铁头是通用的 有的便携式电烙铁 它需要专用的头 你看我这个锡锅 大马蹄 还有产型烙铁头 这都是市面上买的 通用性比较好 因为它主打是便携 所以说它支持这种 支持快充的PD充电宝供电 我这个是最高65瓦的 不过它家也有对应的100瓦充电宝 还要提醒大家 由于协议的原因啊 不是所有的充电器它都能达到100瓦 比如说我当时198块买的小米120瓦淡化价充电器 不管用它的线还是用这个黑色的线 这个最高我测一下只能达到66瓦 达不到100瓦 就是因为这个协议的原因 然后你的充电器支持PD3.0的话 它就能达到100瓦 咱们看一下它这个化锡速度 现在烙铁头是凉的啊 这个焊锡也是凉的 然后我看一下 开机 看下没 设定是350度 马上到了 已经爆烟了 然后咱们来化锡 看下没 很轻松 并且这一块你看大面积都是铜箔 咱们测试个猛的嘛 这是锡块 然后呢 咱们用它这个100瓦充电器 看最高能达到多少瓦 我按这个开机 看这个功率啊 开了 97 97.7 大概得30秒 它能达到450度 因为这个头太大了 大马蹄嘛 这个大马蹄的威力是挺猛的 看好 看 看 看这大锡块 直接往下 不行了 我拿不住了 热 是不是这个威力挺猛 你别看它体系小 还有这个功能也非常好 你看这个有个点 有个点是它正在加热 它内置有一个加速度计 就是感知你这个有没有动 没有动的话 它就停止加热了 你看我放这 往这一放 看好 点马上就没 进入休眠状态 一旦你拿起来 立马又开始加热 这一点也非常棒 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烙铁头 假如你有PD快充的话 就不需要再买这个充电器了 当然你这个充电器不光可以给它供电 也可以给这个其他设备 比如手机充电 这个都可以 有的朋友可能想着是不是这个佣金高 所以说你一直推荐这个 其实找我带货这个便携式电烙铁的 有好几家 我也试用过 那个佣金比这个还要高 但是我感觉那个手感啊 各个方面 没有它用的顺手 我是用的好了 才推荐给大家的 所以说想入手的 活动机赶紧入手 咱们下期见 拜拜 咱们下期见